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派言惊奇,我是大宇。 随着二十大的逼近,习近平争取第三期连任的事儿是越来越受到聚焦。 那习近平当局自己自然也是没少花心思。 4月21号,习近平当局还就二十大搞了一个问济于民的方案。 形式就是在官方网站上开辟专栏,让人们添写提供建议,搞的是冠冕堂皇。 记得老毛在1956年搞得百花齐放,然后撂倒了所有提意见的人,也是这么玩的。 后来毛泽东得意的说那是羊毛,是引蛇出洞。 然而目前习近平当局搞的这种网络征询有关党代会意见的形式, 中共当局还是号称第一次这么做。 那可能很多人会想习近平也未必有老毛的胆, 他们现在玩的这个针对的是普罗大众,而且不是公开发表意见, 是你写好了投给他们,他们审稿。 这个东西其实从表面形式就能看出它想要什么效果。 第一,这是走形式,向外界展示中共有所谓的民主。 至于你们真有人给他一些什么有价值的意见, 如果不适合党的要求,甚至被党视为反动,自然是选不上, 以至于有上门被查水表的风险。 第二,古代的善让制度还讲究个三请三辞。 前朝末代君王要三次请下个朝代的君主登上大堡, 对方要三次亲公的拒不接受, 当然了,最后还是要笑纳的。 这三请三辞就是必须走的程序。 到了现在的共产党, 新平这儿三辞是免了,争得血雨腥风, 好不容易得来的位置,哪还有谦让的说法, 站着座位就不下来了。 但是看习近平的动作,要二十大继续连任, 不能让人看着是自己死皮赖脸非要当, 一定要给人们看上去是大家劝劲。 所以这三请还是要的, 这个搞得所谓的网上迷一投票, 可能就是三请之一, 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中共当局整理, 杜撰后再发表出来。 不出意外会包括小红、小明、小力、小蕾等等, 纷纷要二十大上一定要习近平连任, 不然清零怎么继续, 不然中国梦怎么实现呢? 那以上两点应该是本次中共搞的什么网上违二十大问济于民的主要意图。 问卷的形式是障眼法, 最后要拿出来的是它制造出来的谜意。 说到这三请, 应该还有百官, 除了中央一级, 现在偶有暗示, 就是期待习连任的文件党媒报道出来。 那在此之外, 就在4月22号, 中共广西自治区的代表会在南宁开了个会, 宣布习近平全票当选了广西二十大代表。 那当然了, 这应该是一种类似于荣誉博士或者是荣誉小学生的虚嫌, 这属于广西的一个表态, 但最亮眼的不在这儿啊, 在于广西同时喊出, 全票选了习近平, 这是反映了亿万人民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刑, 那开创更加美好未来的强烈愿望。 这广西官场啊, 是第一个给习近平戴上伟大复兴领航人帽子的。 由此呢, 我们也可以预见到今年秋天二十大上, 中共官场奇呼万岁的惨况, 而不是, 盛况了啊, 这些官场的表态啊, 民意的什么意见搜集啊等等啊, 形势都齐了之后, 那么梁家河走出来的那位啊, 继续加速, 也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了。 那不过呢, 这位伟大复兴领航人啊, 似乎在近日对美国的喊话中, 没有体现出应有的霸气, 甚至不如去年。 4月21号啊, 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视讯讲话, 隔空对美国政府喊话, 刚傲得喊出了一句, 跟自己身份极不般配的一句话, 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 那意思呢, 就是美国搞的印太战略没中共的事儿, 把他当成了敌对势力来孤立和排挤。 现在新加坡呀, 韩国呀, 菲律宾等等都在向美国的印太机制上靠拢, 那看出中共的危机所在啊, 都在给自己留后路。 但是呢, 如果是作为要平视世界的强国, 那习近平这话呀, 不该这么喊, 太掉价啊, 那应该喊的是呢, 美国妄图染指印太事物的做法是徒劳的, 美帝要是敢在印太这边动动指头啊, 小心我百万大军把你扔下大海喂鱼, 这话应该这么说才对嘛啊, 结果呢, 是一副求饶的语气, 什么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 其实呢, 扔谁了就是把中共给扔下去了。 新平接着说了不能扔掉中共的理由, 还是那句话, 就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谁都不能撇下谁, 这是典型的共产党对外的口径, 他是要死死的把自己的衰败命, 跟全世界捆绑在一起, 实际上恰恰相反, 把他扔下大海, 全世界才有希望。 此外呢, 习近平还提到啊, 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这也是谎言, 俄乌战争, 中共跟俄罗斯在搞集团政治, 他说不搞阵营对抗, 可是他一直在全世界找小弟一起返美, 中共还喊过不要有冷战思维, 可是他几十年来啊, 对美国及整个西方的渗透, 技术盗窃, 悄悄发展核武器, 扩充军备, 完全可以上升到是一种战略对抗的敌对行为, 而且是极不光彩的。 但是总的来看呢, 这次习近平的讲话, 没有像去年在这同一场会议上讲话的那种同样等级的傲慢, 没有喊全球治理, 也不再喊世界大同, 而是强调维护所谓的亚洲和平, 然后呢, 别把他扔下大海, 就知足了, 从一个咆哮的老虎变成了一只边叫边卖萌的小猫, 虽说呢, 对外调门有所降低, 但是收拾不了美帝, 难道还收拾不了你小小的草民吗? 家庭暴力啊, 这不算个事儿, 在外是绵羊, 对内是狗熊, 现在中共清零呢, 依然是清得很爽啊, 病毒都傻眼了, 会想这清零的速度啊, 比他还快啊, 饿死的人比他毒死的人还要多, 所以呢, 这清零可以获封新名词叫清零病毒, 异常凶猛, 上海的清零呢, 我们一直在关注着高压的严控, 物资的缺乏, 不合理的制度, 已经导致上海民怨沸腾, 随时只要有一个破口啊, 就会倾泻, 可是呢, 当局并没有任何刹车的意思, 继铁丝网围城之后啊, 又出现了新的极端措施, 居然下令居民区整体搬迁到 160公里以外的浙江省暂住, 上海北部屏望居民区的官员就发出通知啊, 说为了阻止疫情蔓延, 要求当地社区居民搬迁到浙江省暂住一个礼拜, 但什么时候撤回呢, 还需要等待官方的进一步通知, 媒体为此极端的通知啊, 曾多次打电话给当地不同部门, 但得到的回复都是统一口径, 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唯有齐心协力才能共克时间啊, 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这哪跟哪啊啊, 你就回答, 为什么要人搬到160公里以外的地方, 那上海如此严苛的风控下啊, 目前公布的染病人数, 依然是超过了40万, 死亡人数呢是25人, 这都是官方数字, 而大陆网络传出的一份内部数据说啊, 至少有190人死亡, 那说到浙江呢, 这个省的杭州市马上就要成为 继1990年的北京, 2010年的广州之后啊, 第三个举办亚运会的城市, 但是呢, 4月21号,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总干事穆萨拉姆说, 由于上海的疫情影响, 原定9月10号到25号, 在杭州举行的押运会有可能延期, 那同样是受到上海疫情的波及, 上海的五四运动纪念, 也将延期一个月举行, 那五四延期啊, 成了当地网民们的一个笑料, 然而呢, 我这数学算得要是没问题的话, 五四延期一个月, 那应该是六四啊, 在六四这天纪念五四, 看来上海是不想解封了, 同时呢, 有可能被命名为江苏号的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 目前正在上海赶工, 但航母下水计划呢, 也可能因上海封控被推迟, 中国海军呢, 原定有可能在海军成立73周年的纪念日, 就是4月23号前后为新航母下水, 但上海江南造船厂啊, 一直处于人手紧缺的状态, 很多人被封锁或者被抽掉去防疫, 那零件呢, 也是缺乏供应, 所以呢, 面临延期, 中国的航母啊, 按照中国沿海省份的命名规定, 依次从北到南命名,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叫辽宁号, 第二艘叫山东号, 而这艘江苏号呢, 根据早前官方给出的数据, 排水量是8到10万吨, 直通式甲板, 舰载武器啊, 也比较多了啊, 有三条的电磁弹射器, 这三部弹射器呢, 预计搭载殲-15什么战机啊, 还有殲-31的衍生战机等等, 还有殲-15D咆哮杀电子战机, 空警600预警机, 还有部分的直升机, 那说来呢, 按这种命名规则呀, 以后到了福建那里, 那对岸呢, 就是台湾了, 那是该叫台湾号呢, 还是叫福建号呢, 这个估计呢, 当局届时要烧脑一下啊, 如果这个当局到时还存在的话, 那话说回来, 上海封城给市民带来的饥饿感, 仍是大问题, 那近日呢, 一位住在上海的山东女星, 发了短篇求救, 她一家有七口人, 她哭诉说啊, 实在不想发这个短篇,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她能努力的, 都努力完了, 他们家被关在上海已经一个月了, 政府就发了三次物资, 不够, 一家七口啊, 最小的不到两岁, 还有一个六岁多的孩子, 她担心呢, 他们家真的会被这样饿死在上海, 这位无助的母亲哭诉啊, 实在是过得太难, 好心的邻居给了几次菜吃, 后来呢, 房东的弟弟他也搞了几次播菜, 吃了, 再后来挖了几次野菜, 也吃了, 原来剩的一口腌菜也都没有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 她说呢, 如果他们一家七口饿死在上海, 就以这个短片为证, 那更有上海的小区呢, 被长期锁住大门, 居民近日是弹尽粮绝, 下楼使劲的用力摇晃楼门, 这个楼门已经被铁链给锁上了, 那这一幕呢, 让人看着呀, 既寒心又发毛, 还有网友爆出了上海公安局的一张辟谣帖子, 帖子的内容呢, 是一位家政人员郑女士, 爆料她服务的老人在家中挨饿致死的相关信息, 当局呢是火速的辟谣, 这遭到网友的嘲讽, 那需要救助的时候啊, 喊破了喉咙都没人理, 辟谣抓人简直是超音速, 对于上海的饥荒呢, 有网友嘲讽当局, 说上海的这个阶梯式管理呢, 是轻度饥饿, 中度饥饿和重度饥饿, 而网友上传的一段短片, 则披露了一些来所谓的解决饥荒问题的人, 是怎么实际上去发财的, 例如呢, 一箱鸡蛋从外地便宜的拿货, 然后运到上海, 一车鸡蛋呢能赚七八万, 一天呢跑八趟, 就是最多六十四万人民币了, 就你知道这个信息确实是真的是吧, 就是他们从外地找鸡蛋, 找评价的鸡蛋, 找到上海这边卖, 高价卖掉, 然后一箱能赚一百多, 七八十一百, 七八十一百, 你一车能拉多少箱, 八百, 八百箱, 一箱一百的话, 一车就是八万, 他们一天多少车, 七八车, 八车的话八八六十四万, 一天, 捣鸡蛋六十四万, 一个月大概都捣多少车, 天天七八车, 天天七八车, 那发财了都, 发国难财, 在经历了上海的清零之后, 了解到中共手段和经历了凉荒的上海人, 哪怕是稍微有点钱的, 都在考虑移民, 金融时报在访问了十几家移民咨询机构之后得知, 那么四月以来呢, 从上海询问移民的电话激增, 一位上海办事处的经理说, 他接到了非常多的电话, 是平时的数倍都无法及时回复了, 光是周六就超过了200通电话, 而来自相关地区的, 通过百度搜索还有谷歌搜索, 有关移民的关键词搜索量也在激增, 现在不只是上海人被吓坏, 就连当地的外省人也看明白了, 经历过中共文革的老人也感到触景生情, 说活到老,文革又来了。 一位赴美华人在听到上海亲友描述的情况后表示, 这就是文革的升级版, 上海封城期间, 梅花路已经开始在街上行走玩耍, 而另外一个封城超过40天的城市长春, 也迎来了动物入侵, 由于人都被封控在房子里, 一群野猪开始进城, 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有网友调侃, 因为被封在寝室里已经一个多月了, 自己活了二十几年还不如野猪, 目前长春的封城时间几乎是要破武汉的记录, 那长春还有这么一件事, 在当地的朝阳区分局20号在自己的微博上通报, 说逮捕了一个朝阳区的外送小哥郭某, 那郭某是后来发现他核酸检测呈阳性, 在3月20号到4月16号期间, 多次用钻栅栏的方式进行外卖配送服务, 先后在长春的朝阳、南关、宽城等地的多个小区, 配送物资超过100单, 目前是被抓被处理, 如果他没感染, 这么做其实是给民众做了个好事, 终究是政策弄人呐。 可最近中共的防疫部门里面的人也是接连出事, 例如北京卫健委主任于鲁明近日被查, 随后的第二天被认为靠着疫情防控发大财的科兴生物公司, 其中的一名高官曹小斌突然猝死, 由于这名高管是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无尊有的学生。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 三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存在, 成为了网友讨论的一个热点。 那曹小斌是4月17号因为抢救无效离世, 年仅45岁, 网友挖掘后发现曹小斌的博士生导师就是无尊有, 两人近年来还合作过多篇论文。 在中国防疫既是政治相关的事, 也是金钱相关的事, 非常敏感。 搞不好啊, 很容易弄出大是大非。 党官及其勾结的商人靠防疫牟利, 那几乎是没人会怀疑这一点。 而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又会存在怎样的因由, 这也是人们非常想知道的。 好, 我在Telegram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TWMI斜线大宇News, 观众讨论群是TWMI斜线XWPAGQ下滑线US, 节目细香是xwpajq.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 那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